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美国这个国家的性质 这个标题是美国后战是国家性质所决定的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这个国家是全世界最好战的国家 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呢就不要讲了嘛 那个以前是说啊他们到了这个美洲啊 要把这个这个种族灭绝印第安人啊 要这个从这些法国人手里 从这个其他的国家人手里要把这个土地抢回了 这些就都不抵了 在美国的历史上建国以后 没有九年之间连续不打仗的这样的历史都没有 最终和平的啊就是一点上的不打的 自己延续了最长的时间是九年 其他的时间都在打仗 也就是这个川普总统讲的 那就是我啊担任了这个 四年还没有打仗啊 他讲的是事实 就讲这个小布什啊 这个克林顿 这个奥巴马 这三个总统 这三个总统 奥巴马还算是比较温和的总统对吧 克林顿也是啊 但是这三位总统 在他们的任期之间啊 就打了十一个国家 死了一千多万平民 OK 就他们一直在打仗啊 那么这一次这个啊 俄乌冲突很明显 越来越明显 大家已经看到了啊 这不是俄乌之间的 应该这么说吧 这不仅仅是俄乌之间的战争 这其实是美国人的代理人战争 就是美国事实上 在直接在跟这个俄罗斯打 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号啊 这个 这个俄罗斯的啊 黑海舰队 这个沉默 这个事情啊 乌克兰说是他发了 这个这个这个导弹打的 但是没有美国的帮助 没有这个精准的 什么等等等等啊 事实上就是说 美国北约已经参战了啊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当然这个仅仅还出过的是 这个欧洲战场啊 那么现在这个 这个亚洲战场 也在紧锣密鼓的在布局 OK 前一阵就说南西普拉斯 这个要访问台湾 这个弄得很大 最后可能是解放军 那个腔调太高了一点 可能就是说稍微有估计 然后他们的这个议员呢 代表团就秘密访问台湾 说秘密 OK 有点偷摸摸的感觉啊 我觉得不要秘密嘛 你就坦坦正正的去嘛 对吧 你秘密干嘛呢 你既然挺台湾 就坦坦正正的挺嘛 就像这个挺这个乌克兰一样 也是啊 我们不出兵啊 我们不动 我们就是提供援助 也就是偷偷摸摸的在指示嘛 这美国做事情 光明正大一点啊 就是坦坦正正的 带了带不团 到这个台湾去了啊 然后这两天啊 这个美国的前这个高官啊 波尔顿 他是川普手里的官 后来被川普给给给开了啊 公开讲 我们应该承认台湾的独立地位 应该跟台湾建交 应该让台湾进入到联合国 参加所有的这个国际组织 甚至应该在台湾啊 驻兵驻军 就像这个啊 跟中国建交的以前一样啊 台湾应该有美国军队 这个就 完完全全就踩死了中国的红线嘛 对吧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就是要挑 挑中国打起来啊 你赶快打这个亚洲赶快打 这个亚洲 大利人战争也赶快要打 否则不符合这个美国的利益啊 为什么 我今天就来解释这个啊 就美国好战这个事情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了啊 这个没有意义了啊 美国确实是好战啊 那么为什么会好战 这是由他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 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国家 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在讲这个之前 我声明啊 我没有贬义也没有保义 我只是把美国这个国家的信誓 告诉大家 大家可以不同意 大家可以去自己 去说我是正义还是不正义 正确还是不正确 OK 我只是告诉大家啊 这个美国的性质 极端资本主义是什么意思 极端资本主义就是金钱之上 就讲穿了就是只有钱 钱以外什么都没有 OK 只有钱是最高的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 跟美国人这个做生意啊 那真的是 是美国人是全世界最最赤裸裸的 可以说是 就是说都不演都不演 就是毫无掩饰的 就是金钱 OK 跟美国人就直接谈金钱 你没有什么害羞的 你就直接讲啊 能用钱的 就用钱解决 所以我有朋友啊 在这个加拿大 在美国啊 就是跟美国人做生意的时候 来中国人这一套啊 跟他们把关系 请客吃饭啊 请你们这个喝咖啡 这个没想到 你请他喝咖啡 请他吃高级餐馆 他连吃饭的时间都算上算工钱 他说你请我在这里的话 要挡我的时间 我还算你工钱 把中国人气得要死 这就是他们的这个观念 他没有这个私人的这种说法 这种个人家庭 没有这种说法啊 他就是生意就生意 business is business 任何东西讲的是 这有点像这个日本呢 日本说是工作啊 那是伟大的 你说你要出去玩呢 小朋友出去玩 那爸爸说我今天要工作 啊 我西国的阿罗优 啊 那就是小孩子就知道 不讲话了 在美国就是 一直讲是钱 啊 那就是钱为大 啊 是钱那我就理解了 那那就按照钱的去走啊 这样一个社会 那么美国 他这个国家啊 既然是资 这个资本主义 他没有这个 很少有国家企业的 没有什么 什么国营企业 没有啊 包括这个军工 全部都是私人的 所有军工都是私人企业 一般的这个国家 这个国防啊 他一般是公家的比较多 对吧 国家的比较多 但是美国没有 美国的国防 全部都是私人企业 那么私人企业 做企业的目的是要挣钱 就要买产品 对不对 那军工的话 你不卖军货 你不卖产品的话 那他们的公司怎么赚钱呢 而正是这个 他们赚了钱 去供养这些政治家 政治家就开始就是竞选 然后呢 坐在外上 坐在台上 也就是说 住到白宫里面的那些官员 其实都是这些资本家的代言人 OK 资本家才是真正这个国家的老板 说民主啊 老百姓啊 那是一种制度啊 或者说是这个要严严的嘛 但事实上掌握这个国家命运的 就是资本 而坐在白宫这些官员 都是他们的代言人 你拿了他的钱 你帮他办事情 那么他怎么说 你就很多说这个美国的这个 这个总统这是个末偶嘛 也可以这么说 其实美国没有总统 障碍运转 美国不是好几次这个什么 政府瘫痪吗 政府瘫痪 他障碍运转 为什么呢 他这个机制在这里 所以这次这个俄乌战争啊 你看全世界都在喊停 OK 全世界都在 希望他赶快停啊 天天都在 美国表面上也在喊 要中国去制止他 中国赶快去啊 不要不要停 但是美国没有一次 是自己主动站出来 说要停止这个战争 相反 他是不断的加码 不断的停工员 做别的武器 你们打了越久以后 OK 为什么 打了越久 美国越挣钱 军红卖率越多 而且他们这一打的话 所有旁边这些小国家 这个北约 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 都觉得 哎呀这个武器在中间了 我们要买头 更新自己的武器 那么他也鼓励这些 东欧的一些国家 斯多伐克啊 什么什么 波兰啊 你们把东西都给这个 给乌克兰啊 然后你到我这里买新的 是买啊 我不送给你啊 就是说这一次吧 这个 战争以后啊 这个美国的军工的股票 是盟涨 OK 盟涨 涨得最高的是这个叫 洛克西德马丁公司啊 洛克西德马丁公司啊 洛克西德马丁公司 这是最大一家 这个 军货公司 涨到了三十 差不多三十二了 百分之三十二 百分之三十一点九七 但是百分之三十二啊 其他的一些公司 像这个罗斯普 格鲁曼啊 像是雷神 还有这个亨廷顿 英格尔斯啊 通用动力 这些公司 全部是接近是百分之二十 股票涨得很厉害 为什么 撞切 这些公司 发了 OK 这是这个美国的 这个五大这个这个这个 武器公司 当然像通用的话 他也做民用 他做军工 他也做民用 那通用汽车 也就是他们的公司 对吧 所以这一次啊 他这个比例啊 相对于这个 2011年叙利亚战争的话 提示了五百倍 OK 最高达到了五百倍 这样的提示能力 你说美国啊 这个财团 他愿意停下来吗 他当然不愿意停下来 他让这个战争越打 打得越久越好 那么他会消耗很多 过去的那些旧武器 然后呢 他研发新的武器 卖新的武器 所以这也是要台湾 不断地买买买的理由 你不买他怎么挣钱呢 所以这也就是美国 收割全世界人民韭菜的 啊 这样一个工具 这是由他的国家 极端资本主义 连这个军工都私有化 完完全就私有企业 所造成的这样一个 国际现象 这个世界 这样一个现象 OK 所以说只要有美国在 只要有美国的这个啊 军工私有化的 这样的存在 世界是绝对不可能和平 不可能安宁 因为那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OK 好 今天关于这个 为什么号战是美国啊 这个国家的性质 所决定的这个话题 就讲到这里啊 希望大家提出自己的看法 OK 大家都在关心这个俄乌局势啊 还有这个上海的情况也很严峻 OK 所以事实上是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啊 一阻其发啊 或者用另外一种说法啊 另外一种这个 呃 概念去说的话 事实上现在已经在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啊 因为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两个很明显的阵营啊 啊 这个经济啊 金融啊 这个 呃 宣传啊 这个这个任职战 都其实都在打啊 真正打热战的死人的 只是在乌克兰这个土地上 全世界事实上都在啊 但是升级到那种 像乌克兰这样的 这个强对强 炮对炮 死人的人战争 其实也是一处 一处即发 也是可能是不远 所以我在这里去啊 祈祷人类和平 OK 希望这个啊 这个政治家们头脑清新一些啊 OK 当然 话讲回来了 如果削减全世界的人口啊 保持绿色地球 是政治家们共同的这样一个 呃 共识的话 那么就 那不行我们就没办法了啊 那就是祈祷上帝 祈祷菩萨啊 各保自命 OK 谢谢大家 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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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